物资打包等前置工作 只能商界下榻的饭店进行 前一梯次负责前刊的机动组之工 余虹舟原本早就要返回大马 但因为当地政府的这项禁令 让他又留了下来 最好的安排还有打包上的用心 因为这次的东衣和鞋子都是定做 所以职工在核对工作上得更花功夫 我们要把每一个名字都放在这个发放包的外面 好让我们容易辨认这个学生的名字 然后再分配对的尺寸的衣服和鞋子 在对的发放袋里面 318份文具和物资完成打包后 职工陆续搬上货车 要让偏乡的孩子们如期收到这份祝福 大爱新闻 这是美之工刘慧卿 陈金香 领新来 尼泊尔报道